我希望通过四年的努力 然后把自身的滑雪技能 还有医疗水平有所提高 在2022年冬奥会赛场上 在医疗保障方面 能做一些贡献 区域里面正在足着 我们在开始学习雪车 雪炮 包括缆车维护 所盗一些知识 将来我们会从事这些指引 冬奥会的时候我们看组织安排 需要我们干什么 我们去干什么